一个眷村小孩 在他出生的年代 对台语有了偏见 我甚至有一阵子 那种观念错误到觉得说 说台语是比较没有气质的事情 然而一段姻缘 却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立志要用台语歌谣当媒介 唤起大家心中对台语的认同 我觉得原来台语是这么的美 虽然他的前身叫做闽南语 可是他经过这个土地的洗礼跟滋养以后 其实他已经发展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跟内涵 究竟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台中市赖错国小 有位音乐老师王真怡 他的音乐课程不只是教导学生唱歌 而是融入了人文艺术在其中 香蕉树叶好大 然后微风这样吹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音乐很真实 因为它就是我们土地上的真实的描写 其实我们台湾不管是传统学科的教育 还是艺术教育都比较重视分数 所以在艺术领域方面 他也是变成就是强调技能 你好像你会唱歌你会吹指定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培养更多能够感动的听众 而不是要培养很多的演奏家 希望透过近距离的接触那种音乐 然后配合我们属于这个土地它的背景 透过艺术去引发孩子内心对土地跟真实的感动 除了艺术人文之外 王老师在课程之中加入了台语的歌词 让孩子直接感受 不过他却是道道弟弟的眷村小孩 王真怡回忆起来 从小到大 不要说唱台语歌了 就零一句台语 他都没有办法说出口 比较印象深刻是只要回到台中 我妈台中人 我那些舅舅都会一直跟我妈念 就是说 你怎么会小孩子一句台语都不会讲 我类似一直有这样的印象 可是我妈妈从来也不会想说要跟我讲台语 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读小学 我们班只有一个会讲台语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说台语是比较没有气质的事情 我甚至有一阵子 那种观念错误到什么地步 我现在想起的东西很好笑 我都觉得好险我爸爸是外省人 我一直到台中来教书 有一次有个同事 他是我隔壁村 我们小时候虽然不认识 他居然有一天问我 我就问天下说 你们家怎么会同意你嫁给台湾人 那小时候爸爸这样子抱 你看小婴儿都好可爱 这是我们家的全家福 我最小的 我都是哥哥 之后这个是回到我外婆家 这是跟我表妹 这是台中的那个乌日的舞报 身在军人家庭 父母亲对他的期望很高 希望能够借由音乐 培养气质出众的女孩 然而也是音乐 让他认识到台语的美妙 22年前 他嫁给了在地的台湾人 认识到台语的韵味 主修钢琴的他 又在念研究所时 碰到创作出 《天妈家》《两条咖》的 童谣作家施福珍 因此开启他创作台语歌谣之路 我觉得原来台语是这么的美 而且它真的才是真实生活的反应 我就说嘛 我唱什么小毛驴 茉莉花 其实你唱的 你只是嘴巴朗朗上口 你那个没有办法唱到心里面去 因为那不是你生活中 可以看得到感受到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台语 虽然它的前身叫做闽南语 可是它经过这个土地的洗礼 跟滋养以后 其实它已经发展出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跟内涵 那我觉得台湾既然时空在准备 我们应该要抓住这个一把 把一些可能可以复原的东西 或者等于说先是传承 一定还是要传承 然后还要创新 要走更长远的 要得到更多人认同 王真宜老师就这样从不会台语 一直到用台语创作教学 甚至还编写出教材 期望将这样优美的语言 能够透过传唱的方式 推广出去 其实我的创作的一些歌谣 跟一些理念想法的确跟我们过去的教育 可能核心理念价值差很多 台湾说实在慢慢在民主化跟教育松绑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觉得真的课程是可以活化多元的 所以我每个礼拜会来这边两天就是专门把我的歌谣做成很完整的教材 像比如说今年分享就是火车 其实火车不是只有唱歌 它牵涉到比如说自然方面 就是火车的原理 动力 那本身歌谣的乐理 歌唱教学 那人文的话就更有意思 就是我们透过火车的网路 怎么样去认识我们所生长的地方 引发一些有热忱的老师 其实过去强调的乡土教材就是这样子做 只是说这一次比较特别是从音乐出发 在小学阶段的孩子们 接受的资讯可以很广 但要让孩子们能够完全地吸收 却是一门大学问 同样是用音乐来教学 在小学教书超过20年的王老师 会用音乐的特性和故事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以及依照不同年级的孩子 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学 并将人文的理念藏在歌词里 而学习音乐的过程 也就慢慢地将艺术的重要性给埋入其中 通常是先泛唱嘛 本身台语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声调语言 然后呢他先了解 这个声音的那种高低变化 先吸引他以后 然后先解释 解释完了以后就一句一句代唱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设计动作 因为唱唱跳跳是小朋友最爱的 而且他的那个对内容歌词的含义 他完全会深化到他的心里面去 老泪庆山谷 今天受邀到一个幼儿园去分享一些 比较可爱的歌谣给幼儿园的小朋友 那因为就是慢慢有一些人知道 我的歌谣比较融入现代孩子的生活 小孩子会比较喜欢 那以我的立场来讲就是说 只要我有力气 我能做的话 去分享这样的热情跟感动 做更多的事情 请问黄主任在吗 不同以往的乡土唱歌教学 在教育界也小有名气的王老师 利用自己空闲的时间 接受各地邀约 做义务性的教学 小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来呢 要带你们唱一些歌 然后带你们认识一些动物好不好 我教你们唱一首比较简单 回去唱给爸爸妈妈听好不好 好 来 我要唱的是台语版的大象 许多孩子对台语不熟 但王老师用简单的歌词 解释和小朋友熟悉的动物 开启孩子音乐跟身体小小的开关 唱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其实越低年段你让他唱歌习惯 唱歌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跟情绪都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越小你让他唱习惯 他第一个个性会比较有自信比较大方 我们藉由这样的教学 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有这样开放 就是习惯他这样表演习惯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越年纪扎根的艺术教育 先要引发的本能 其实就是说创作这么多童谣有没有 就是说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小孩 知道说其实台语不是像他们想象的这么古老 既然是我们的母语 透过这样的实际的接触 有趣化的教学 就是那个语运 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原来台语是很好玩 让他有兴趣去学台语 然后结合音乐就是更有质感 越来越多的童谣创作 王老师结合自己音乐的专长来谱曲 搭配台语的歌词活化曲目 激发出母语的潜在可能性 我觉得创作其实你要讲说 其实真正你要去刻意创作没有办法 就像我其实弹钢琴那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写这个 而且还是写我从小到大都不会的台语歌 我就有一天看小朋友在吃甜甜圈 那我就想甜甜圈也是圈 呼拉圈也是圈 可是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玩的 台语怎么说 台语其实有个特征 他很喜欢形容词加名词再用一个阿收尾 所以变成说甜甜圈很甜嘛 所以甜口阿 你看白头口阿 触胶阿 青笛阿 台语很喜欢阿阿阿 然后我就想说甜甜圈很甜 就是甜甜圈 那呼拉圈呢 当然就是它是用摇的圈 所以有口阿 在口阿 游口阿 都是意 在口阿 滴滴 有口阿 意 在口阿 好吃 咳咳咳 有口阿 悠悠 欲減肥 如果我没有了解这个母语的话 我今天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认为就是 我是一个会弹钢琴的音乐老师 像我妈妈她也就会抱怨 你钢琴弹那么好 可是你没有教很多学生来赚钱 我如果走那样的路时 我不会有这些能量 那这些能量你会觉得说 你会想要把它丢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台语学习 我发觉就会有另外一片那个 可能就是对台语可能 除了对小孩的亲身教学之外 从教育者的位置 带入这样教学的理念 王老师认为这更为重要 教育的力量很难从一位老师 来影响全部的学生 但若是多位老师 有着相同的理念 受影响的 就可能会是整个社会 那其实我本来这样的教学 已经累积了几年 那慢慢有一些老师 他知道有兴趣了 所以呢 现在就是变成透过一些 不管是官方还是私人 就是只要有老师愿意听 我都很愿意分享 其实我们都常常认为说 艺文的东西好像很有气质 好像高高在上 数字高格 其实不是 艺术要能够走进生活 才会有感动 让更多人会了解说 你所追逐的环境 原来是这样 你越深刻的认识他 你会更爱他 还有你还会有使命感说 那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 当越多人他对这种 本来我们周遭 你觉得很不起眼的东西 他开始有感觉 我觉得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这样的习惯养成了以后 我们的未来社会跟教育 都会不一样 因为我以前就认识真一老师 然后有在外面听过他的演讲 对 然后觉得他是一个 很特别的老师 他每一次的课程 都可以带给我们 很多不同的感动 那再加上 因为我跟他同一个学校 我班上的学生 有上他的课 那他的课真的非常特别 他不用课本了 他第一天就会跟小孩子说 我们不用课本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老师真的很特别 老师他有他自己的教材 然后都非常的丰富 而且都是他自己花很多心思 去设计的 然后我觉得小孩子 可以学到的东西 真的是跟我们一般的教育 很不一样 而且小孩子非常喜欢 小朋友在表现的时候 或他们上课的眼神 会让我觉得很感动 好 你们别这边 就可以学小鸟飞了 有没有 有 年轻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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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 有 年轻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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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 爱不得晝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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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再看天空 has enough 整个天辑 нет Easter 晚üt Photoshop 有 有人说我是小字 我們有成立一個社團 專門針對低年級的小朋友所成立的社團 因為通常學校都是高年級的小朋友 那其實低年級小朋友他很自然很活潑 我們希望其實在低年級開發他那種表演的慾望 與展現才藝的潛能 我們現在這個社團名字 因為家長參與度很高 幫忙製作道具 有時候也會一起演出 所以我們叫做親子同窑綜藝團 那因為就是說小孩子小 所以不管各方面的常規 還是道具甚至演出 我們都希望親子同樂 然後因為就是說小朋友 其實需要的就是一個舞台 舞台可以讓他們增加自信 所以我們都會只要說有機會的話 不管是外界的邀約 我們也會刻意安排 像比如說讓孩子去增長不同的見識 像比如說我們即將規劃 去百匯公司做快閃演出 因為那面對的是完全陌生的觀眾跟聽眾 可是我覺得小朋友那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表演本身一個過程就是訓練 一個菜就可以代表很完整的意思 一定是這樣放 稻草然是要這樣放還是要躺在稻田裡 王老師細心地將台語歌詞內的含義 重植於其中 讓孩子們從理解到表演完一首歌 學習到歌詞完整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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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們可以回教室去上課了 我們下個禮拜二早上見 好不好 OK 周日一大早 家長們齊心合作聚集一起 忙著做快閃活動最後的確認 我們今天有在做那個popcorn 捧環北灰的那個最後的成品 就是玉米到最後蹦出來的成品 拿這個來跳舞 觀眾會比較有fuel 小朋友也比較有fuel 效果也會比較好 其實我最早期發展這個 這樣的社團的時候 是找學校的美術老師 然後後來我是無意間發現說 很多東西都是要輕師合作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社團 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他們自從參加這個社團之後 我覺得會對那個語言的那個 敏感度增加 對 他們可能聽到 類似他們童謠裡面的歌詞的時候 剛開始也許不懂的意思 可是後來他們就是會去想要了解 比如說那個ico是什麼意思 他們會對那個語言的興趣度會增加 那今天快閃是以前 就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過的經驗 那今天這個活動他們還滿興奮的 我們今天要去那個百貨公司 做一個快閃的演出 那其實會有這樣的想法是 其實齁 演出越多孩子越開心 所以我們就想說 在大家都不認識我們 我們也不認識他們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也是要介紹母語 是這麼特別這麼可愛 然後一方面也讓孩子去了解說 在這樣陌生環境之下 我表演之後我也很期待 孩子回來告訴我 他們有什麼心得 有什麼想法 也許是五年 十年後 他表達出來的一個感受跟記憶 我覺得老師的責任就是 有機會就是要幫孩子去安排這些 好 來 小朋友排隊 電梯停好我們才可以進去 看著孩子們蹦蹦跳跳 像是出遊般亢奮的情緒 第一次嘗試這樣的快閃表演 讓家長們與老師不免擔心 卻又難掩興奮之情 沒有聲音耶 他們當然很拍啊 因為沒有這樣的演出 小孩子就是很開心 所以要有一點要幫他們 等一下踩煞車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們是賴錯國小親子童陽綜藝團 我們在三點鐘即將要進行 創新台語現代童陽的演出 請在這邊拭目以待 感謝各位這邊大圓版的好朋友們 我們的表演非常特殊 是大家都沒有聽過的童陽 你看看完美好花 不一口子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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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 肉是胃 肌肉 甜甜 肌肉 胃 肌肉 好吃咖啡 肌肉 會減肥 看怎樣 看什麼小娘們 好 完美 回來 看到小孩在表演的時候 因為本來想說沒有來過的場景 不曉得會不會去場 可是小孩就是 音樂一出來 就感覺好像就是那種 跳舞怎麼都喪聲了 小朋友就是有這個舞台的話 我覺得是很棒的 因為現在小孩都居僅在學業 補習班 然後最好安親 很少像他們這樣 就是可以很快樂的 真實地表達自己 音樂一下 家長們都知道自己多慮了 孩子們完全投入在歌謠當中 享受著歌謠 享受著表演 出菜圈 水桿好難去嗎 我覺得小朋友表現得 比我預期中的好 雖然很High 可是我覺得 他們一次一次都在進步當中 然後我覺得在這樣的場合 大家完全不認識 然後陌生人願意停留下來 看我們的演出 我們利用這種簡單的歌謠 去引發他們對土地的情感跟思考 我覺得我很開心 我們要來打招呼 我們要來打招呼 修人們大一條 修人海外無情見到 祝我來的路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